今天戴戒指了 你们真的是眼睛很机灵呢 最新款 LV吗 Yes 最新款哦 给你们看一下 很好看吧 我超喜欢 这是LV送给我的最新款的一个戒指 好好看哦 但是这个好像还没有上市 好像气象店还没有卖 它就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就是戒指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LV的一个logo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钻 对的 这是LV的戒指 但是我不知道它多少钱一颗 但是我不知道它多少钱一颗 因为我 因为他们送给我这个戒指的订婚了吗 没有 我的天哪 因为你知道这个手塞进去了之后 整个就是这边会紫掉 就卡到这边 然后这边就会紫掉 整个血月不流通 然后我跟你说 这个塞不进去 卡住 然后这个呢 又会掉 然后大拇指呢 就在盖上戴到指甲上 所以没有办法 送给我的这个大小 我刚刚好只能戴这个手指头 所以我就没办法 所以没办法 就只能戴这个手指头 好不好 我跟你说 如果我要结婚的话 立马跟你说 放鞭炮 通知全天下 通知全天下 但是没有没有没有 对对对好不好 公布不起事 怎么可能 对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真的就没办法 塞不下 其实我很多的戒指 我都戴这个手指头的 因为你知道就是买戒指的时候 发现 这个手可以戴进 这个手可以戴进去 然后这个手也可以戴进 那我就买这个大小 结果 结果 一大晚上手就变粗 啊 你放这 真的 真的 一大晚上整个戴不进去 然后他早上的时候 可以戴进去 我现在就是 这个手指跟这个手指 两个手指其实是差不多大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就是早晚我的那个手围 不太一样 就指围不太一样 OK 你们不要乱刷了 没有啦 真的你们不要乱刷了 这样会很烦 我换一个手指 我就换这个手指啊 真的会淤血 就这样卡住吧 这样勾着 不行 这样会掉 就勾一碗哈 那就不戴了吧 反正LV我给帮你露出了 已经开露出了 也露出了 对的 那我就塞这个手指 我塞这个手指 好 可以 我跟你们说 你们不要这个样子 你知道就是 某位女明星给我发信息 她说 李佳琪 就是你害我不能发微博了 我说 为什么我害你不能发微博 我一发微博 下面就说 就爱成你 嗯 我也感受到了 然后她说 我这天 我昨天发个微博 是什么 呃 就是 她发微博的时间 是9点47 然后她们说 正式期 我的天哪 然后那个女明星说 李佳琪 你要赔偿我 我说 那怎么赔偿嘛 她说 我给你们读一下 真的信息哦 真的女明星很厉害 然后这个女明星 超搞笑的 在这里 她说 李佳琪 你要赔偿我 然后我就说 那为什么要赔偿 你说赔偿什么 她说 你搞得我现在连微博 都发不了了 然后我就说 哈哈 你不是也很享受吗 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后面这句话 是我现在说的 然后她就直接说 她说 请记点洗发水 护发素 发膜 卫生库给我 谢谢你地址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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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看 你要赔偿我 请记点洗发水 护发素 发膜 那个给我 哈哈 真的 地址马上发出来 地址我跟你说 要公布在直播间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不要乱那个了 好吗 朋友朋友 好朋友 对对 我们不要断了精进的 幸福之路 好不好 你看我的手紫掉了 瘀血了 是有点是有点 哎你们看 真的我不骗你们 已经肿起来了 这个手指头 新昏就新昏了 已经就是紫掉 歪掉了已经 整个歪掉 你看这个肉都已经挤出来了 啊 现在总可以的 我带回去了吧 好不好 有点重 真的我跟你预告完 我整个这个手就要截肢了 真的 就动掉了 就要把 这个戒指 三万七千五 对 三下来吗 我会说真的 好 换回来了 谢谢大家 等待会儿